而我国的疫情指挥官陈时中再度是圈粉成功 来看到这高雄市光武国小举行师生传爱活动 透过手写卡片的方式要来表达对防疫人员的感谢 而当中就有学生画出疫情指挥官陈时中 他在记者会上说明疫情的图片 除了要感谢部长指导全国防疫之外 他还要请时中伯伯多休息 我想对陈时中伯伯说 谢谢你每天指导全国上在做好防疫工作一定很累吧 我希望你做完工作后要多休息加油 同言同语要阿中部长别太累多休息 为了对辛苦的医护人员至上敬意 高雄市广武国小就特别举行了师生传爱活动 透过写卡片的方式表达对防疫人员无私奉献的感谢 一个大大的爱心中央作者的就是疫情指挥官陈时中 学生画出陈时中召开记者会时说明疫情的画面 不但把阿中部长的样貌画得微妙微笑 一旁还用文字写下感谢部长指导全国防疫 还请他工作完后要多休息 最后用笑脸鼓励加油 同言同语却用心的态度让人十分感动 校方表示会将学生们的感恩小卡布置在校园围墙上 除了可以提供社区民众家长和孩子们共同欣赏之外 也有班级将小卡寄送给医护人员和阿中部长 希望这群抗疫英雄能够收到孩子们满满的感谢 全民一同祈祷台湾度过这次防疫作战 记者综合